其实我从十岁开始 因为一场大病 令我的视力一直双下去 现在我的视力 就是等于正常人的十分之一 我都想着自己80岁 希望可以做回馈社会的事情 所以我做这个CD 将所有卖到的钱 捐给奥比斯兰科医院 希望可以帮到一些 视力有问题的朋友 然后将我以前唱的主题曲 或者策曲 将它重新到六新的编曲 我找到所有的合唱歌 叶振棠先生和张慧健小弟 好像… 不断说的 为何我们会合唱这首歌 就是因为这首歌叫《罪凡尘》 我曾经拍过一部剧叫《方世玉》 当年是Johnny哥唱主题曲 然后我演这部剧 听歌之后也可以做善事 挺好的 首先在这里祝糖哥80岁 身体健康 福如东海秀 比南山下 我这次有机会和他合唱一首歌 基本上我是不敢选择 无论是接下来和他学习的一个机会 我觉得非常满意 这次很高兴可以唱这首歌 就是叫《世界由我做》 由小时听 他配音乐 然后有很多电视剧主题曲 所以一个很有意义的事 加上也是我的一个圆梦 可以和偶像合唱 给大家一个很有活力 很有正能量的感觉 《世界由我做》 我一知道他说 他今年是庆祝他80岁的大首 以及他入行的一个 可能是他最后的一首唱片 我心想 叶振棠, 你应该找我了 最特别的是我邀请了两位新人 他两位是第一届中年好声音的得像者 佳佳和吉吉 这次受到唐哥的邀请 非常受宠若惊 因为小时候在一些商场表演 我小时候已经唱这首歌 所以我对这首歌非常熟悉 再次感谢唐哥的邀请 我很榮幸受到唐哥的邀请 和他一起合唱这首《超傲江湖》 要感谢Francis老师把这首歌扬给我 很感谢你 希望我没有失礼 最重要的是 希望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我们 有机会再和唐哥合作 现在这首歌 虽然我不太傻, 自己急急做功夫 但听起来也应该挺甜美 我和唐哥的声音应该很配合 这首歌 叶振棠和我认识过很多年 我未听他说有什么愿望 我觉得他这个不只是愿望 这是一个宏愿 我应该帮他 也应该这样做 究竟唐哥还有什么梦想呢 以我所知 这个梦想已经在唐哥心里好几年了 其实梦想 我想全部唱歌的朋友都是 希望可以在红馆自己 可以一个演唱会 希望可以明年有自己 红馆的演唱会 因为红馆我做了很多 但都是群星 我很希望自己可以在红馆 做一个演唱会 我很希望自己可以在红馆 做一个演唱会 在红馆 真是我愿望成真 这次红馆批了个旗给我 但也是我最后一次的个人演唱会 因为我觉得自己年事已高 应该要休息一下 因为去年我曾经两次病 一次就是中招 一次就是生蛇 我觉得自己年纪大了 不知道再过 譬如今年我还觉得自己的体力 可以做到一个个人演唱会 明年我就不敢担保了 所以我觉得自己应该差不多了 80岁应该要离开这个乐坛 在我的歌唱事业里面 首先我要多谢当年 第二位我要多谢黎小前先生 是他带领我开始唱广东歌 和电视剧集的歌 第三位当然是辉哥和尖叔 我能够唱到辉哥这么多 那么漂亮的作品 又唱到尖叔和田哥 那么漂亮的王群心忠诚 这几位朋友都是我终生都要感谢他们 当然我要多谢所有 喜欢听我的歌的乐迷 我的歌迷 说起来是你们养了我几十年 虽然我不是大笔大笔 但是我这几十年都得到 你们现在听我的歌 买我的唱片 都令到我衣食无忧 我现在最要考虑的是 如何做好这个个人演唱会 因为我要报答我所有歌迷 我会把我最好的歌 最好的状态 在鸿馆送给所有的 这么多年来支持我的歌迷 之后我才考虑自己以后的去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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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